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搞不好都是兄弟姊妹 甚至祖母嫁给他当孙子 前世是祖母跟孙子 那这次来 我前几天听到一个连牛跟我讲 他说他这个儿子是读 成功大写航太工程的硕士 那起到那个媳妇非常的凶 那个媳妇会喜欢管他的先生 然后他的媳妇是在台北的某一个医院当雇员 他们这两位 我这个连牛他是学佛的 那他跟他太太常常都是诵经回向练佛 也很用功 那他们也很苦恼 就生了这个儿子 偏偏起了这个媳妇本身又合不来 这叫严真会 他昨天就讲给我听 因为他学佛人 难免就要去探讨说前世今生 到底他们两个是 这个儿子跟媳妇是什么关系呢 这不搞成这个样子呢 就有个修道人跟他讲 他说哎呀这个太太啊 你儿子的太太啊 前世是他的祖母啊 那你这个儿子呢 前世是他的孙子啊 后来他爸爸就就我这个连牛说 看起来很像耶 他儿子要是跟他太太吵架 一定在地上打滚 在地上打滚 他说奇怪他儿子怎么会这样呢 他做爸爸也很奇怪 说长得这么大了 怎么还在地上打滚呢 因为他生气嘛 生气没有地方发泄嘛 那就像小孩子就在地上打滚啊 然后他那个媳妇啊 在一直气死他儿子的时候 就像祖母在叫孙子一样 你过来 他就骂他 你过来 你去拿东西 他说就像祖母叫孙子一样 一模一样的动作 我这个朋友他是去问人家 这个连牛 他旁边观察说 是有点像 他只能说有点像 但又不能说你是他前世的祖母 你倒已经到近世了 你要怎么去解释 就 沦合的东西你根本 除非你有神通 你有天眼通 宿命通 他性通 你才有办法说 我拿出政绩出来 都已经转生 塑生 对不对 我们俩说你们讲 转生塑生 改行义道 那我们就是改行义荣 你知道人到来就是改行义荣 他面貌都变 这叫轮回的可悲 在这里 你不同生极肉果 你怎么办 就互相 这里讲老法师讲 他说 恩恩恩念的事情 在这里面循环 循环受报